动漫 我要听 大人物艺术制作 主持人勇博 以及 电波里发展促进会 资料解析完毕 李明亦就位 倒数最后三秒 李掌博报告 哈雷路亚 欢迎来到动漫我要听 今天整整一集的李掌博报告 要带来少女新被剥夺的特辑 李明们要跟大家分享 那些披着少女外衣的假少女漫画 漫漫 哈喽我是小薇 我到底看到什么啦 喂我是嘎嘎 人家不一人家不一啦 大家好人家是大妹 我说你们几个是怎么了 节目才刚刚开始就这样 吵吵闹闹风风颠颠的 永伯我们被骗了啦 原本想说趁着春暖花开的季节 看点少女漫画 然后补一下粉红泡泡 可是我们到底看到什么啦 今天要再次向大家控诉 那些骗我们骗很大的 未少女漫画 带来一整集的李掌博报告 少女新躲躲开 妈妈 这不是少女漫 第二弹 为什么说是第二弹呢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怪怪小薇 以前就曾经介绍过 两部少女系列的恐怖故事吧 今天众多里民们 也要跟大家分享那些 看似少女 却又不少女的漫画哦 首先就由我们的原老小薇 先来吧 好的 这次我又要跟大家分享 少女系列的恐怖故事咯 又来 又来 是你喜欢吧 对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雅月亮老师的诅咒人偶麻味 我想对少女漫画有研究的朋友们 一定对雅月亮这个名字不陌生吧 虽然我跟少女漫不怎么熟 不过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她的作品大多是有点奇幻 又无厘头搞笑的喜剧 我第一次认识她是 甜心汪汪这部作品 因为老师很喜欢狗 甜心汪汪可以说是狗狗集中营 小时候看着看着都觉得被治愈了 好难想象她会跟恐怖作品 扯上关联耶 我也觉得 雅月亮在Ribon连载的后期啊 她出版了诅咒人偶麻味之后 就慢慢转型成恐怖漫画家 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不敢看恐怖作品的 我真的要在内心呐喊 拜托你赶快回去好不好 但这个似乎有点困难 因为在早期的作品中 雅月亮就曾经提过 她以前想当个恐怖漫画家 所以这算是梦想成真吗 超棒的啊 因为其实从2007年开始 雅月亮就开始在 Ribon的姐妹杂志 Magaleta连载其他作品 皆以恐怖类型居多哦 而诅咒人偶麻味 就是老师第一部恐怖漫画 但因为是少女漫杂志嘛 所以不管在哪个月看连载 作画的风格还是她一贯的那种水汪汪大眼睛的少女心模式 男的帅女的美真的是太犯规了 如果不看内容单看人物的话 真的很容易让喜欢帅哥的人上当耶 所以你才会上当啊 不过我发现啊 现在的少女漫画杂志很多都会连载恐怖漫画 毕竟也有像小薇那样 喜欢少女漫又想要恐怖元素 对对对对 正所谓给少女们看的恐怖漫画吧 有了美型的人物 恐怖程度好像就减少了一咪咪哦 哪有啊 我觉得更恐怖了 对啊 诅咒人偶麻味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个时候小薇在看 然后我也好奇的瞄了几眼 前一页还是超可爱的大眼正态 跟大眼罗里的青春校园生活 下一页就多出一团黑黑的东西 谁来跟我解释一下 但是经过小薇跟我解释之后 我才了解 可能因为主要读者是年轻学子 所以用了那些恐怖元素 可以教导孩子们不要做坏事 或是存坏心眼 不然到头来遭殃的不是别人 就是自己 没错 是啊 就像作品中的故事 受到诅咒人偶麻味的人 如果将它破坏 将会遭遇跟人偶一样的下场 一个女孩因嫉妒心 而将人偶送给讨厌的人 原本以为诅咒什么的只是玩笑 却也害了自己 除了这类的故事之外 也有虐待小动物的坏孩子 到最后会遭到动物林的反扑 还有做错事不肯认错 到了真相大白 已经为时已晚等等的小故事 组成一整集的漫画 或许现在出版社 不吝啬地在少女杂志 连载恐怖漫画 也是想要带给读者一个观念 人生啊 不是只有像少女漫画 那般甜蜜美好 或许哪一天 也会在你身边发生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往往不是什么 神灵或鬼怪 而是 人形 对 聊到这里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吧 好 请听大总爱演唱的 人形 相较于小微怪牛 本来就喜欢恐怖的故事 接下来嘎嘎分享的阅读经验 似乎更符合 少女心躲躲开妈妈 这不是少女漫这种 本来被少女气息吸引 后来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感觉 是不是啊 是 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是 工程透口创作的短片集 白夜草子 老实说 会读到这本漫画 一样也是小微诱骗我看的 因为封面是那种花朵盛开 蝴蝶飞舞的画面 而且我快速翻看了那一页 里面也充满了眼神闪烁而迷蒙的俊男美女 然后我就上当了 我想说到少女漫画最直接的特征 就像嘎嘎刚刚描述的那种 会蹦出花花草草的浪漫及华丽感 还有故事人物优雅到超乎人类正常比例的完美脸蛋跟身形 我大致翻了一下 这本白夜草子还有更厉害的一点 就是飘飘的长发跟飘飘的女装 好像随时都有微风在吹一样 只是没想到 这本漫画里面吹的风是阴森森的凉风 对 对 现在里面阿飘 不过这个刚刚嘎嘎有说 这是一本短片集 我看光是这一本单行本 主要故事就有四则 那如此看来 这样故事篇幅应该都不长对不对 对 不过因为这样的长度 只够仔细描述当下的事件状况还有氛围 前因后果都只能略数而已 甚至是开放给读者自行脑补 这用在少女恋爱的故事 超容易让女孩们那种被勾起对恋爱的想象 对 但如果是用在恐怖故事的话 当然就是留给读者 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 性被悬在那里的感觉 而白夜草子到底收录了什么样的情节呢 一方面是不为了捏到听友 一方面为了让大家边听广播边体验一下那种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感觉 嘎嘎跟小薇也要用一种很迷茫 很模糊的方式略数故事的大纲 没错第一则故事跟很多少女漫画一样 有位阳光的男主角手脚纤细又俊美 男主角因缘忌讳邂逅了神秘的女主角 但阳光男却发现女主角每次看到他纤细的手脚 都超想要把他 可是什么意思啊 第二则是一群可爱的小侦探 会做那种帮死掉的动物埋葬起来这么有爱心的事情 他们长大后理所当然也变成美型男啦 美型男主角发现他的美型男小学同学们 好像一直被什么事情苦恼着 苦恼到相机死去了 美型男为了调查他们到底在苦恼什么 决定一探究竟 没想到看到的近视 看到什么呀 第三则还有开朗美少女 而且他还在山里面遇到可爱的小动物 少女还能一边跟这些小动物说话 但实际上他同时也已经 恶恶恶是恶怎样啦 你们就打算把这四则 还有第四则故事也这样子 呼咙过去是不是 不是啦永伯 像这样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不觉得跟阅读少女恋爱故事一样 有种心被揪住 寻找到你的感觉吗 并没有 我只是觉得很烦 其实这种唯美凄凉的恐怖漫画 也能算是少女漫画中一个小小的分支 虽然不像恋爱故事 可以品尝害羞跟喜悦的滋味 或是他爱我 他不爱我的那种揪心 但都很专注内心感受的呈现 例如心里无以名状的骚动 还有前途迷迷茫茫 曖昧不清的恐惧感都被刻画得很细腻哦 幸好有大妹正经的解说 总算拉回主题了 好为了延续唯美华丽又恐怖的漫画氛围 广告前呢 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追名领寝的歌曲 葬列 虽然大家看不到 但每次录音我都穿得美美的哦 欢迎继续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今天是一整集的李长博报告 少女心躲躲开蛋 妈妈这不是少女们 第二蛋 李明要跟大家套拍了 很累控诉 我到底看了什么呀 大家安安我是叮当 说到少女们怎么呢没有我呢 but我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们扣一个贵妇少女心来介绍这种主题 真的对吗 达姆我觉得这种猎奇假少女的作品还不错啊 只是我很担心哦 刚入场的听众会以为 今天是李长博之七夜怪谈之类的 除了画风第一眼很少女外 内容根本都是披着羊皮的狼 安安卡路我也是这么想的哦 不过你们不觉得这种反差的主题 只要是由小微开头 如果不是恐怖的走向才奇怪吗 倒是我发现一点啊 卡路你出现在任何有少女心的主题 都不会有违和感 是不是 小微也是这么想的哦 好啦话说回来 我看你们这趴所选的作品 除了女主角偶尔会 惊人的变脸成小甜甜 或者是凡尔赛玫瑰表演 超人一等的演绎搞笑之外 画风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少女 究竟是哪里有问题 还是快点告诉大家吧 好不好 以免大家开始准备要躲到棉被里头去了 好吧永伯 接着呢我们要介绍的是 2016上半年因为真人电影版 在台湾上映 知名度还蛮高的少女漫画作品 女主角失格 这部作品呢是作者信田桃子 2010年开始在别册玫瑰特上连载的作品 诶照看之下啊 拜托就跟永伯说的一样 别册玫瑰特诶对不对 日本超老字号玫瑰特的姐妹刊 她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经营的少女漫画杂志 女主角失格既然在上面连载 我们到底为什么还要控诉她呢 是因为雅月亮老师的关系吗 诶因为我们上一part的雅月亮老师 也是在玫瑰特上面连载 对 现在有点阴影 当然就出身而言啊 这部作品的分类当然保证是少女漫画没错 就连剧情也是一女二男 然后两个男主角长得都很帅气 这是应该的嘛 对不对 都对女主角有好感的这种少女心设定 可是啊我长到这么大 越漫无数 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女主角可以一出场 就让大家吓到下巴掉下来 骂声无数觉得被骗 连载不久啊 就立刻引爆一波波 扬言气坑的虚声 跟粉丝的不同看法的对战 这种很诡异的笑意啊 跟妈妈这不是少女漫 这句话的心情 其实就是一模一样一样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被女主角 诗格这五个字给骗到了啦 全部都给骗到 一般来说我们想象中诗格的女主角啊 顶多是性格或者是 呃形象有点非主流而已 对像是我们之前也做过一篇 你真的是女主角吗 的专题就介绍了福女的女主角跟棉花堂系女子这种设定哦 可是在这部作品的女主角鱼鸟身上 读者第一个感觉到的特色竟然是无敌自恋 有自信很好了 可是过度自信就很可怕了 我试着花了三十秒钟后 没想到一翻开漫画就看到女主角鱼鸟 骄傲又自恋到几乎目中无人的描述啦 这个大意上是说呢 鱼鸟从小有一个帅气的童年玩伴 这个童年玩伴因为太帅了常被告白 所以女朋友一个接着一个的换 但是鱼鸟一点也不担心 而且啊每当男生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他就会一边在心里批评 觉得自己比对方优秀 推测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分手 超坏 对一边呢还在心里想着 男生其实到最后一定会回头转向他的场景 你看看 大家以为这样就够惊人了 还不够 不更惊人的是呢 等到这个男生遇见了一个真的还不错 个性也很单纯的女生之后呢 鱼鸟就整个大怒大爆走 接下来还借机造谣声势 去抹黑那个女生 忍人深厌到鱼鸟原本的朋友都讨厌其他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女生 等到这个男生发现到自己的确对鱼鸟有好感的时候 怎么会 另一个男生就出现了 而且鱼鸟也动心了 怎么会 之后呢就摇摆在一种 我要鱼鸟呢还是要下好的 我的纠结里面 听不下 这实在是很贪心的气味啊 是 没错 这通常应该是在女二的身上才会有的情节嘛 然后原本少女漫画的主基调是泛卖爱跟梦想 对这种专情的属性要求一向都很高 可是在这部作品里面啊 偏偏就逆其道而行 很细致地描写了相当人性的感情面 但也让原本期待浪漫恋曲 抱着少女心情怀的读者大喊失不孝 把我们的少女心还来 还来啊 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由希叶佳奈所演唱的恋爱使用说明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到底开始了 的少女漫画作品 我想出版社当初 应该是没有要把他们归类在少女漫画里面吧 但他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 这本漫画了不起2015少女类的排行榜上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各位姐姐妹妹们啊 你们真的觉得这部漫画是少女漫画吗 对我也不懂 不对啊 其实我好像有一点点懂 你到底懂还是不懂啊 我们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好了 这部在少女漫画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作品就是 尼采老师领悟世代的新人翩翩降临 我好像有点懂耶 你懂了哈 自制 自制 对 尼采老师的主角松居 他在便利商店打工的时候 遇到了各种非常奇葩的同事 而这部作品就是在描述这些奇葩同事 在工作的时候 所上演的各种既帅气又危险 既违反服务业常理 却又满意搞笑垫播的故事 而且我知道啊这部尼采老师最近在台湾忽然窜红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改编日剧 就是在今年年初播出的 而剧中的一些超级无厘头的精华片段 被网友摘录出来 受到大家疯狂的转贴还有按赞 所以导致本博也对剧情走向略直一二 但是我觉得尼采老师看起来不就是一部单纯的搞笑作品吗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前后几名都是少女漫的排行榜上面 不小心挑到尼采老师这部作品来看 我们该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我觉得会蛮冲击 这就要让身为电波里少女星优等生之一的我 卡米来为各位说明了 首先为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朋友解释一下 刚才达姆提到这是一部在讲便利商店打工族的故事 所有的混乱都要从那位新的打工仔来到店里上班的那一天说起 有一天主角松居来上班的时候 正要踏进店里就发现一个新面孔的店员跟顾客起了口角 理论上原则上从事服务业不是应该 通常会对顾客毕恭毕敬才对 但是这位新店员被顾客质疑 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客人就是上帝耶 的时候新店员竟然搬出哲学家尼采的那句名言 上帝已死 不是应该对顾客毕恭毕敬吗 你的毕恭毕敬去哪里了呢 所以从此这位店员就被松居私底下称为尼采老师了 在这之后呢 就算尼采老师屡屡面对奥克 依旧是面不改色去反击他们 可以说是一个旧级的斗S 没错 刚才达姆说的既帅气又危险的故事 其实就是说尼采老师的这些游走在法律边缘 但是又可以让服务业从业人员看着觉得很松快的英勇士机 没错 是的 其实我以前也带过服务业 没错 你也用过同样的招数吗 当然没有 我当然不敢 尼采老师里面啊 讲的虽然是便利商店的奥克 但是其实啊 天底下的奥克都是一样的 比方说在店里吵吵闹闹闹的客人 或是故意制造脏乱的客人 我也都遇到过啊 这种时候啊就要想象自己能够像尼采老师一样 摆出一副斗S的表情 狠狠修理 这些奥克 不然闷在心里实在太难受了 再加上漫画里面 主角松居的吐槽非常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所以读起来非常的舒压 讲到尼采老师的斗S表情 我怎么觉得我的心跳好像微微的加速了 我也是 他们两个非常危险 好了好了 等一下 你们不要跟我说 就是因为尼采老师的这个违反服务业常理的斗S表情 让这部漫画空降少女漫画排行榜的前几名哦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准备这样说 是不是是不是 勇伯 其实你可以不用再追问下去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读者当初到底是怎么投票的 而且搞不好投票的少女们心中想的根本也不是少女漫画 只是因为觉得好笑就投了也说不一定啊 对不对 有可能加口温 不用解释太多 让我们听众朋友受到一点冲击也不错 啊不对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赶快来听歌嘛 而且呢我也不想再听你们喘了 听众朋友们也应该不想再听你们喘了啦 我们来不要听喘听歌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尼采老师电视版的主题曲 由Shout It Out所演唱的 哈喊的 想睡觉了吗 不可以哦 来一片小微我特制的饼干吧 欢迎回到动漫我要听的节目现场 今天是一整集的李长博报告 春天少女心躲躲开 妈妈就不是少女漫 第二弹 对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了融合搞笑的少女漫 女主角诗格以及妮采先生 接下来是哪位李明要来分享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子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春泉老师从2007年开始在花语梦连载至今的王样老师 说到春泉老师大家应该对他的另外一部搞笑像少女漫画 月刊少女也齐君不陌生 而王样这个词在日文当中有陛下国王的意思 怎么好像让这部漫画带了一点什么霸道总裁的感觉啊 霸道总裁是没有啦 不过呢永伯你有提到重点哦 那就是王样 王样老师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在讲本作的第一男主角左伯英辰 他是女主角黑棋真东以前的邻居兼班导师 英辰基本上就是个个性恶劣讲话毒舌的人 小时候真东的娃娃被抢走跑去跟英辰哭诉 结果英辰居然说自己的东西自己抢回来 最后真东还真的打赢了抢他娃娃的男生吗 好强哦 真东是一个因为打架被捕而转学的不良少女 一开始在新学校跟英辰重逢时因为失忆 以为英辰是温柔的初恋大哥哥 果没几话真东就想起来小时候他都被英辰命令 而且还是让他变成不良少女的罪魁祸首 真东转学之后立志要洗心革面摆脱不良 但还是为了第一个交道的朋友早版而出手打架 为了隐藏身份真东他还戴上了一个兔子面具 化身为小兔人把坏人统统打倒 但是我觉得听到现在 故事比较像是少年漫的 而且人物几乎都是着重在不良少年这个重点 那这样王样老师会有比较暴力的场景吗 完全没有 这部的角色个性鲜明又注重友情 让原本应该充满暴力气息的打架场景变得很温和 我们刚刚有讲小兔人 对 不过王样老师还是有一些会让人心动的场景 只是因为真东太迟钝 加上里面的男生脑袋又单纯 最后都无疾而终 每次都忍不住想大喊 真东拜托你敏锐点啊 学校的前老大统川就是个超级好例子 统川外表看似凶恶 但其实是个浪漫主义者 还在停学期间跟真东去看猫咪动画电影 还有假娃娃 但没想到居然遇上了冤家 统川打完人后 警察还这么刚好的就出现了 对对对 这段我印象超深的 真东他一把抓住统川的时候逃跑 还对他大喊 笨蛋 万一被抓到就真的退学了 好不容易才混熟 在这个时候说再见很寂寞 一边跑捅川还想到电影的私奔场景 但是真东满心的就只想要逃跑 完全没有少女心 说到心跳的场景 当然不能少了早板 早板在学校可是真东最要好的朋友 有一次早板误以为真东被抓 为了真东的安全 他知道乖乖被打 当早板遇到危机 真东则是紧张到想吐 甚至不顾一切的冲到早板身边 在一般的少女漫画中 这样的行为早就是哀的证明了 不过在彼此的眼中 这只是作为朋友的关系 而且真东在前一间学校是老大 身边总是围绕着一堆小弟 看到一半的时候心想 这根本就是另类的逆后宫啊 不过后来看到真东一开始很气 小弟们把他一个人丢下 害他被警察抓到 但看到这些小弟们过得很好 还会找他一起玩 真东便也释怀了 只能说这还是友情啊 朋友之间啊 偶尔会有摩擦 或者是吵架怄气嘛 但是也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王阳老师这部作品当中 不管是真东或是早板 都充分地表现出 他们重视友谊的地方 好的 聊到这里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欣赏一首歌曲 这首歌是来自气质团的 宣华上等 好 在音乐之前 我们提到的是 以不良少女的校园生活当背景 说好是少女漫画 结果热血多到 让人怀疑少女心 到底在哪里的王阳老师 接下来你们要诈欺的 对 要骗大家哪一部作品啊 接下来的作品是 古川妮可这个创作团体 在2011年开始连载的作品 我不受欢迎 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 哎呦喂啊 这个名字会不会太长一点 好 就是说呢 是跟着日本青小说 名字越来越长的潮流来指的 后面直接写满 对 也有网友提到 这部作品的时候 会直接说丧女 严格说起来哦 我们今天提到的作品 至少就是都硬是被放在 少女漫画的分类里面 对 只是他们的少女心模式 让我们看了很怀疑而已 但是丧女啊 却是在少年漫画上连载后 意外吸引大批女性读者 讨论的作品 剧情主要是描述一个 社交技能有严重问题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宅女 怨天尤人的生活 丧女就是日本人用来形容 这种女性的专有名词 嗯 和这几年陆续变多啊 想帮扶女平凡的题材不同哦 丧女很多剧情反而都在强调 女主角质子荒唐的行为 比如他会因为想要谈恋爱 就从仪女游戏去学习 怎么跟异性交往 然后呢 还认真地运用到日常生活理由 结果反而因为太over 而被大家嘲笑 或是当成变态啊 或是怪咖 他也会因为想要交朋友 就依赖动漫里面的角色 去想象身边的人 有什么样的个性 然后要怎么相处 但通常都猜错 然后就被大家当成神经兵 真的 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呢 因为他实在荒唐过头了 常常会害我有一种 天哪 你该不会要这么做吧 拜托你住手 情节虽然是很搞笑啦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看着会有种很丢脸的心情 感觉起来是一个用少女当主角 但却完全没有少女性的剧情 少女漫画大部分都是让读者品尝恋爱 跟生活的酸甜苦辣 对不对 可是照这个样子看起来啊 质子应该从头失恋到尾 还被派挤 只有恋爱游戏里面的角色会理好 根本没有恋爱 听起来真的有点虐虐的 真的是很不少女 对就是这个虐 而且这就是引起网友讨论的重点 差不多的女性网友啊 都开始分享他们觉得 这个质子到底是不是少女的感想 而且有很多人都坦承 质子丢脸的行为 其实大家心里都想过 只是没有错 对也看过因为这么做 而真的真的被排挤的朋友 所以质子她当然是少女啊 不论实际年龄或是心理状态 都是真真切切的少女哦 因为她那些失败的丢脸经验 像是想要交男朋友 想要谈恋爱的心情 还有希望有个闺蜜 可以互相谈心的渴望 这些其实通通都是 少女心大爆炸的表现 只是我们平常讲到少女心呢 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避掉这些 虽然是发自少女心 却常因为一些原因受挫 不得不接受社交上的种种现实与残酷 所导致的难过经验 嗯 虽然跟前几部作品落差有点大 但是这有着少女心的作品 居然意外地符合心花朵朵开 妈妈 这不是少女吗 的主旨 也很值得让大家去想想 所谓少女心 是不是还有更多不同的样子呢 好的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 也接近尾声了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也谢谢今天在动漫我要听FB粉专 一起实况聊天的朋友哦 希望大家也能够到我们的天空部落格 查阅节目的相关资讯 或者是给我们批评指教 今天的录音花式会在下周二上传到YouTube 欢迎点阅回顾 嗯 如果你想要点播歌曲 或者想要探听李明们的八卦 都可以到动漫我要听FB粉专的关于 找到Google表单来投稿哦 同样欢迎来逛逛永博 跟我们各个李明的个人FB专业 来追踪电播李明们的最新动态吧 没错 快来按个赞 期待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动 还有交流 最后我们要欣赏的歌曲是 我不受欢迎怎么想都是你们的错的OP 我都没有想到 你们都不想到 最后祝福大家 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周末夜晚 动漫我要听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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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